日常生活中最后一公里是出行领域比较麻烦和让人头疼的一件事 以前很多人习惯用共享单车 感觉比步行快比打车方便 但现在的共享单车总有骑车五分钟还车半小时的尴尬 后来也有不少人尝试过电动滑板 可这种工具载物能力差 没电就只能笨拙的滑行 也不方便 本期影片的小编要为大家介绍的这辆五轮出行健身电踏车第一pro 或许能给你提供一种快捷又方便的短途出行新方式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第一眼看到五轮健身电踏车 第一pro可能很多朋友都会以为 这就是辆普通的折叠车 实际上这辆车在整体结构和细节设计上都做了不少优化 不仅有着小巧的身材 收纳取用更方便 而且结构合理符合人体工学 骑行的舒适度更高 在外出骑行还有室内健身的时候都不会像普通折叠车那样让人腰酸背痛 户外骑行时这辆电踏车既可以通过车辆搭载的力矩传感器识别踩踏力度提供电助力 也可以像普通电动自行车那样纯电行驶 因为它的车身采用了航空及铝镁合金材质比较轻便 结构设计也很合理 所以骑行时和标准的自行车几乎没有区别 有了电助力的驱动 骑行还会更加省力 同样是可折叠的结构 五轮健身电踏车 第一Pro用的是磁吸扣设计 毫不费力就可以折叠和展开 而且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 第一Pro在车把和车梁上有两处磁吸扣 折叠收纳后 车身折叠处会仔细固定 之后不管是拉着走 放进后备箱还是上楼都很省事 仔细看可以发现在车辆下方有个辅助轮 类似行李箱上那种小滚轮 在电踏车折叠好后 这个小轮子可以方便我们推动电踏车 作为一款真正智能的电踏车 第一Pro配备了一块车载仪表 这是一块2.8英寸的TFT彩屏 上面可以清晰显示当前车辆的模式 速度 里程 电量等信息 看起来非常直观 骑行前看一眼就能了解车辆的状态 仪表上还有个NFC触控设计 用华为手机碰一下就可以连接 通过左车把的三枚按键 我们在骑行中就可以快捷切换工作模式 调节档位在电踏车上面 这种按键设计要比屏幕触控操作更安全更好用 骑过几次之后就可以不看屏幕 凭直觉操作 作为一款可以轻便骑行的电动车 第一Pro上面有脚踏车必不可少的链条系统 在这个位置 五轮出行配备了透明的链条保护罩 可以避免裤脚蹭油 异物缠绕之类的问题 同时对链条起到保护作用 另外在视觉效果上 这种透明设计看起来很有科技感 在纯电模式下 可以通过右车把转轴来直接驱动电踏车 这辆电踏车配备了7.2A的锂电池 能够获得30千米左右的续航里程 如果你更习惯直接脚踏骑行 配合第一Pro的电助力模式 可以续航60千米左右 而且第一Pro还支持动能回收以及反向充电 对于日常通勤来说 并不需要担心它的电量 至于舒适性 大家应该都知道 座椅的材质结构对骑行的舒适度影响很大 对此五轮出行在第一Pro的座椅上做了优化 采用了柔软舒适的材料 而且座椅中心至五通连线与地面夹角调整为73度 这样在骑行时更容易发力 座椅的高度也可以微调 从而更好适应不同身高的用户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Pro的载重高达100千克 所以这辆电踏车虽然体积不大 但绝大多数人都能正常使用 作为华为鸿蒙生态的成员 第一Pro可以和鸿蒙系统的手机一碰几连 其他系统的手机也可以借助华为智慧生活APP手动连接 在智慧生活APP上面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第一Pro当前的状态 同时进行各种必要的设置 通过智慧生活APP可以设置速度档位 助力等级 另外还有灯光 自动锁车 电子刹车等方面的功能 第一Pro本身支持OTA固件升级 借助智慧生活APP就可以轻松完成升级 此外在APP里面还可以找到一些故障排查的信息 还有安全骑行的提示非常贴心 最后对于有居家健身需求的朋友 也可以给第一Pro配备一个健身支架 在家就可以获得媲美动感单车的健身效果 在室内健身骑行的同时 还可以给第一Pro充电 一举两得 让人很有成就感 只需3500元左右 就能拥有一辆能骑能健身的折叠电动车 性价比可以说超高了 五轮出行品牌创立于2021年 是短途智能出行领域的新兴品牌 但这家品牌的创立企业 英凡帝却在短途出行行业就复盛名 英凡帝2012年成立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与一体的 现代化综合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创立同年就成为中国市场上 唯一具有自主专利的电动独轮车品牌 和Solowell在亚太地区的独家总运营 此后企业产品线不断扩张 在2014年进军滑板车和平衡车市场 并与联想达成战略合作 相继推出平衡车N4 滑板车M1 Plus M2系列等 其中M1 Plus获得2021年德国IF设计奖项 2021年成立五轮出行品牌 并与华为鸿蒙智联合作 推出健身出行两用电助力车型 在市场上广受欢迎 企业研发团队技术底蕴雄厚 迄今共取得专利技术70余项 其中核心专利技术30余项 旗下产品数度斩获国内外多个设计奖项 在2011年全球最小的自平衡电动独轮车 Shirwell首发时曾被誉为 生活中的第五个轮子 也象征着出行方式的多样化 人类出行的便利化 五轮出行的品牌名及其代表的价值意义 或许源自于此 希望在高效快捷舒适的四轮汽车以外 用第五个轮子打造现代智能交通代步工具 那么在深厚的技术支持与品牌美好的愿景下 五轮出行是如何打造人们出行的第五个轮子的呢 五轮出行产品丰富性可见一斑 布局涵盖了娱乐及通勤两大出行主要类目 在新领域也有所创新 这款与联想联名的平衡车N4 目前在各大电商平台广受关注 整车在外观设计上原自跑车设计理念 采用汽车金属漆加以隧道电击的炫彩效果 在跑动时旋转带来的光影视觉体验 既是一种享受也是独特的科技感设计 并在性能上给予安全设计了儿童及成人两种模式 2022年有五轮出行自主打造的新款平衡车C1 外观以水为设计灵感 贯穿灯带与流水设计 外观更加小巧灵活 同时赋以华为鸿蒙制联 可以做到全面记录 使用数据 还设置了家长监管系统 全方位保障了孩子行事安全 两大品牌背书 让这款产品的性能更为可靠 2020年与联想联名推出的电动滑板车 做到了通勤需求的全面考虑 材质更好 更易折叠 更加智慧是联想滑板车M2的核心亮点 折叠器上使用了铭合金材质 该材质广泛应用于高精尖领域 具备更强的抗冲击能力 独创的平面齿轮锁定技术 能让折叠处机械缝隙更小 从而使折叠部件更稳定 折叠展开也更为轻松 而且价格非常亲民 三年前这个性能的产品 直到现在仍然非常扛大 五轮不仅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 频频与一线品牌 联名推出平衡车 自行车类产品 也在一些新领域做出了创新 将出行产品玩出了不少花样 比如这款在2023上海自行车展上亮相的 全地形滑板车 设计非常新颖 可用在雪地 山地 沙漠等特殊环境 专为发烧友 极限用户爱好者打造 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展位上还有不少新推出的电动自行车 和电动滑板车 外观设计性能上 与其他产品相比也是不成多让 在大环境的推动下 传统的自行车推陈纳新 功能更是颠覆传统 五轮出行展位上的各类产品 除了对新领域的摸索扩展 也在城市智能出行领域 体现了最新的技术水平和用户体验 在各个细节和功能上 都彰显着做高质量 人性化产品的态度 无论你是科技产品爱好者 还是想有个或炫酷 或安全的出行工具 在五轮出行你都能找到 五轮出行也将一直致力于 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更便捷的出行 更舒适的体验 更智能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心目中理想的通勤工具 都该具备哪些功能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 Nay 谢谢大家